江朱颖不能赶回来 这对江流石的计划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他原本打算开着改装好的车 带着大量的物资 带着江朱颖以及李雨昕的一家人 先是开往距离江北城 有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度假区 在那里他曾经去过一次 属于平时人很少 但是什么设施都很齐全的那一种 而且周围也没有什么人因 在那里安顿下来之后 在接下来慢慢的想办法 看看形势如何 毕竟他现在虽然知道末世要来 但是到底末日到来之后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却没有什么概念 根据情况不同 到时候再做其他的打算 反正在这台中巴车之中 他们移动起来要比别人更加安全 但是现在这个计划显然就泡汤了 江流石不仅不能在第一时间 逃往郊区 反而要向人更多 更加繁华的南京城 而且在这一路车 情况未知 江流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达 所以才让江流营一定要多买一些物资 一定要等得他赶到 如果不是中巴车 也要在三天之后才能改装完成 江流石真的想现在就出发 可是没有了中巴车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根本没有任何把握 可以带着江竹颖杀出重围 第一 当天晚上 江竹颖就将一个位置信息 定位发给了江流石 他在学校旁边 一个小巷里租了一套 脚石公寓 住在最顶楼的六楼 同时他还拍了张照 发给了江流石 果然是堆满了两间屋子的屋子 够他吃穿肉度 整整一个月的了 呵 放心吧 江竹颖发来一条信息 后面带着一个大大的笑脸表情 江流石 已将关于末日的事情 都告诉了江竹颖 只有他脑海里的星主 没有提到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信不过江竹颖 只是因为解释起来太麻烦 没必要将这关注的重点 都放在上面 想到江竹颖相信了他的话 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末日 他居然还挺镇定的 不光有心情拍照 还有尽情发表情 江流石知道 江竹颖估计心中还是多少有些打鼓 不过 不管他限了几分 只要他乖乖地照着自己说的去做 就行了 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出门了 锁好门窗 保好自己 除了我 不要给任何人开门 或者硬门 哪怕是你认识的人 都末日了 什么法律 道德都不起作用了 江竹颖 虽然觉得自己说的有些不近人情 但是还是可疑的嘱咐了 为了一包饼干 杀人的事件 在那些末日的电影里 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现实中的战争 也是为了一点粮食 做弄死别人的 其实江流石没有这么冷血 在他能力范围之内 和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之下 他会向别人示意援手 可是 现在他不在江竹颖身边 也无法保护江竹颖 自然就要要求江竹颖 做到绝对的安全 不能冒任何一点的风险 知道了 江竹颖回答 看到妹妹乖乖地答应了 江流石 这才暂时地放下心来 只要确保江竹颖的安全 接下来 重点就是自己 要如何尽快地赶往青临城了 三天的时间转眼过去 这三天内 电视 新闻的走向 也开始变得不安起来 不少报道 都开始感觉 涌到了交通 各国的局势问题 然而 这件事并没有引起 普通人太大的注意 他们依然 朝九晚五地上班 借助孩子上下学 买菜 做饭 江流石 则继续待在家里 偶尔出去看看情况 期间 李军和罗明 各个 自都发给了江流石 几条信息 李军的消息 江流石 连看到没看 而罗明发的消息则是 哥们 你没事吧 之前借钱 难道是跟妹子私奔 你再不回来上课 我估计你要玩呢 你记得 周二不要出门 就在寝室里 反锁的门打游戏 江流石 又嘱咐了一次 不管罗明会不会听 为什么一定是周二啊 明天不就周二了吗 江流石 深深了一口气 没错 就是明天了 当天晚上 江流石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睡着的 睡前 江流石 先是雇了两个人 帮他将所有的物资 都搬到了中巴车房 随后 他又给通讯路里 所有人群发了消息 又再次 特地阻碎了 李雨昕 江主颖 然后忐忑之中 江流石 就坐在了中巴车 躺到物资之上 不知不觉地 睡着了 滴滴滴 江流石 不是被闹铃吵枪的 也不是被警报吵枪的 而是 他脑海之中 有一段奇怪的情声 是星种 江流石 立刻抬起头来 一下子 就跑到了中巴车的车门间 从外表看 这台中巴车 还是之前那辆 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 当江流石 刚刚走到车门口 抓住车把手 脑海之中 就立刻浮现出了 关于这辆车的一些信息 一丝微弱的电流 从手上划过 接下来 江流石便听到 咔嚓的一声清响 车门开起了 这车门竟然是防盗感应的 只有它才能开 进入车内之后 江流石顿迟 眼前一亮 嘴巴微张 可以说是 他直接惊呆了 这辆车的内部结构 已经完全改变了 跟之前 根本不是一个画风 那些材料 已经消失着干涮净净净 原本 密集的座位 现在只剩下 变成两个排座 像是沙发一样的座位 座位旁边 还有桌子 椅子 架子 等等等等 车厢 已经被分散了好几个部分 都有开上去 很高级的推拉门隔开 江流石挨着门 打开一看 虽然麻雀虽小 但是五脏皆全 有卫生间 厨房 还有一间 小小的卧室 窗铺 看起来很柔软的样子 江流石 欣赏了一番之后 又猛然回过神来 茫茫 连忙 跑到了驾驶室 驾驶室 现在也大变样了 不仅是一个隔开的空间 而且内部也十分的炫酷 有一个很大的平板显示 此外 方向盘周围 就像是裤子台一样 各种的操纵杆 按钮 江流石 坐到了全皮 非常柔软的坐式 驾驶位上 双手握住了方向盘 对时 整个车都在山脑海之中 清晰可见 同时 泥表盘周围 那些按钮和操纵杆 也亮起了提示灯 基地车 普通版 已改装完成 改装后的车样信息 车型 基地车 普通版 伪装 中巴车外形 空间配置 卧室乘衣 厨房乘衣 卫生间乘衣 小客厅乘衣 武器装备 压缩空气炮 初级 气流出速度 810米每秒 容积500升 外壳强动 F级 普通防弹 冲撞机 动力 汽油动力型 最高时速 300千米每时 所有故障已修复 江流石 内心兴奋不已 改装后的结果 让他太满意了 只不过 这还只是普通版 功能比较有限 真的 想要做到 畅行无阻的话 还需要再升级 不过 升级需要的材料更多 江流石 之前既没有时间 也没有足够的资金 更不知道 所需要的材料清单 所以 根本不可能 提前准备好 现在 这辆车 已经让江流石 生存几率大大提高了 他抓紧时间 熟悉了一下操作 然后 打电话 将昨天晚上的两个搬运工 又叫了过来 关于今天要做的事 他们昨天 就已经谈好了 所以 这两人上来之后 立刻就将所有的物资 都帮江流石 搬到了车上 看到这辆车的内部空间 两人十分惊讶 看江流石的眼神 也完全不同了 之前 看江流石 住那么小的一个出租屋 却堆完了 那么多的食物和生活用品 还以为江流石 是准备开小麦布什么的 或者干脆就吃个小饭 万文没想到 这小伙子居然开的是个房车 不过 把这么破坏的中巴车 内部改造成这种房车 这不是蛋疼吗 果然 千多烧得慌 至于江流石 他完全没有空 去注意这两个人的反应 只是不断地看着时间 观察在周围 当他所有的物资 都搬上车以后 他立刻就跑到了车上 把车门和车窗 完全关闭了 然后紧张地 坐到了驾驶位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